我現在預計我們會在聖誕節之前 就去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申請注資 另一輪的注資入防疫抗疫基金 去幫助受到社交距離措施 影響得最深遠 差不多是要關閉處所 或者是好像食肆一樣 晚上沒有生意的情況下這些企業 我們會提供一個支援 但很不幸 一如其他的防疫工作 都是有小部份並有用心的人 就在惡意造謠 在這個週末在網上發放很多污名化 或者將這個疫苗事件政治化的不實的言論 亦都去引述一些其實不具名的人士 說了一些負面的說話 所以請大家在未來的日子裡 要非常小心 托定了這些消息的來源 不要輕易去信這些說話 哈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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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